請揚部長 我也好 部長好 部長請問你 紅岸這本起訴書 你到底有沒有看過 我有看過 有認真看過嗎 是的 那我待會問你 你的細節的問題 你真的有看過的話 你才答得出來 你的心得怎麼樣 有沒有什麼跟大家說明一下 我的性責是 這個是我們軍高檢 在經過二十多天的 這個依照證據去辦案以後 所提出的一個偵辦的一個報告 我們基本上尊重 軍高檢的單位 所提出的這樣的一個市政 以及所謂求處這個行責的一個範圍 部長昨天我在 法治委員會裡面有問過你 你重不重視媒體的報導 重不重視嚴敏的感受 你怎麼答覆我的 個人非常尊重 這個也重視 你知道今天三大報的頭版頭是怎麼寫的嗎 我看過 你看過齁 你真的相信民眾也跟著 相信我們軍檢報告這個 這個提出書調查的出來這種巧合嗎 你相信嗎 向委員報告一下 我們要尊重法治的程序 軍檢他們所調查的是他獨立調查 他所提出的市政以及 所謂起訴的結果我們尊重 但是後頭還有法律程序 那麼這後頭法律程序 由所謂的這個家屬 或者是他的律師團 就軍檢所提出的問題 可以尋求法律解決 部長 前部長 高部長 他曾在私語下場合有說到 說五四二里有人下令 做特別修理的一種指示 你知道這種東西 這個東西我們看到媒體的報告以後 我們的軍事發言人士已經做了鄭重的澄清 你們在一個 國庭裡面的一個交案裡面有提到 確實有這樣的指示 你知道有一個交案 什麼樣的交案有這樣的指示 那個交案是他們支店部 施行動的一個法治教育 這個案子非常不實力 我們已經接種了 這方面是一個非常不當的作為 我們已經做了一個處理了 在此時這個敏感時節竟然做這個 而且部長私底下也這樣提到 所以你這樣案子出來 為什麼媒體會報道說 小兵扛罪高官謝澤 然後定調陳毅勳一人淋蔑 招批了一人扛罪這些社論都出來 這個交案是非常嚴重的不適當的一個作為 我們已經做了一個處理 有處理嗎 是的 部長我請教你 剛剛部長他曾經也提過 金衣有遺物沿路送醫的情況 那為什麼 這次涉案裡面金衣到底有沒有沿路送醫 也沒有一到 也沒有 軍檢單位也是做了調查 就這個程序部分呢 我們請我們的軍衣局跟您說明 到底有沒有沿路送醫 報告委員 這個有關於那個女性 衣官他的這一部分 已經送到衛福部的議事審議委員會 為什麼起訴書裡面沒有提到呢 他是行政懲署 沿路送醫 這個是也是一樣 有 也是在本案裡面 為什麼沿路懲署被行政懲署呢 是提到軍事參與 由軍事參與 由那個議事經理委員會來做決定 沒有救急 這個是很嚴重的問題 怎麼送行政懲署 跟您報告一下 我們這個偵辦這個案的分兩部分 行政懲署的部分我們一直在做 另外有關他的這部分 有檢察官還繼續的在爭辦當中 爭辦以後呢 會送到醫師這個這個審議委員會去 由他們來判斷 那你為什麼小巫市李小平會被辦呢 你是辦大又辦小不辦大嗎 這也是移到桃園地檢來偵辦 那我請問你這個李小平到底他工作能不能保住啊 因為他現在移送偵辦 當然他看到偵辦的結果我們會依照規定來措施 所以你金醫跟這個小巫市有同一套的標準嗎 我們都是在依照我們的規定 一個送行政處分一個送桃檢這樣對嗎 行政處分是我們行政處分 他是一個專職的軍醫 他有違法施職的話 我們軍檢就會叫他送醫師檢定委員會去他們做處理 這個部分我想你們要去釐清一下 我們會繼續釐清 這個嚴護送醫這個不應該只是行政處分 他如果有法律上的違師會做一個軍檢當中在偵辦 我請問你 陳毅經到底有沒有資格當緊閉室的管理師 有沒有資格 我們緊閉室的介護師應該受過專業訓練 他也沒有受過專業訓練 而且有相關的科系 社會協系、心理協系就後面了 對手訓練然後給予證照的一個核定 他有沒有資格去啊 報紙都寫上是黑牌的介護師啊 他有沒有經過訓練 他是不是該科的專長 可以拿們介護師的資格 請陸軍參謀長 我是陸軍參謀長郝宇之 這次的六人的介護師 都是經過軍團的驗證 驗證合格的人員來擔任 那是不是具有相關的背景 不全部包含相關的背景 陳毅欣原來在哪個單位服務 陳毅欣原來在籃子部 在1530嗎 他為什麼派去支援這個事 因為軍團的緊閉是一個任務編主 不是建制的編主 所以人員是由各單位抽騰來支援 在這個單位裡面有人關禁閉 就會請這個單位派議員 受過這個介護師管理的人員 到這個地方來擔任 所以這個當時 部長 你查清楚他哪裡畢業 什麼時候受訓 他為什麼是一個黑牌的介護師 這些資料提供給我 誰批准他去的 誰批准他去的 為什麼他在那邊待了那麼久了 你們規定 介護師只能待一個月 最終延長一個月 為什麼他在那邊待那麼久 一直當成介護師 為什麼支援那麼久 這些細節問題 你現在不要把這個所有的案件 都丟給那個陳毅欣來扛 我說這個整個制度 你們緊閉式的管理規則 是從軍團的參謀長家負責獨導 管理責任是旅長 整個都沒有按照那個管理規則來 我過去我跟我們林義方委員一樣 我也當任征戰副導長 不一定三天就要去 副導長就要去看這個 這個送警閉式的這個 這些士官士兵們 為什麼這些人都沒去 今天環環關節都不對 沒有一個關節對 今天只要做對一個動作 就不會出這種事情 是的 所以今天我說集體內殺報紙寫的 這句話我吞得下去 因為我看的結果是這樣子 我到警閉室去看 就是這種結果 所以 部長 我期待你文整部長 是因為你 沒有這種學長學弟 也沒有這種學生這種包袱 軍中 像剛的文化我覺得 此時此刻 你不要再包庇你的下屬 報紙社會民眾實力那麼大 你自己也看過這個起訴師 你是不是應該 內部好好討論一下 到底 人家沒有檢討到 我們哪些還可以檢討的 這方面我們會繼續的 積極的檢討 我真的很遺憾 我去看的結果 包括 你們 要去看的 就是說 訪問他 這個 他 體驟他 體能狀況 你們有再去看嗎 體能狀況 我們已經有很多的規定 部長 今天這個部隊裡面真的太 太黑暗了 所以我昨天在 出發那個跟你講 你們這些帶有信心的 要到基層連隊去看一看 到底是怎麼回事 是的 部長 我再請問你 823號你要不要上街 我們正在評估當中 你昨天不是答應 我說昨天有個人意願 但是我們現在正在繼續的評估當中 你如果去的話 就代表誰 我們再繼續的評估當中 部長 你現在是三軍 也是 國防部是同理三軍 你明天 你823號如果上街的話 是代表你這個判決 沒辦法接受人在上街 你是站在哪一方 我是政府的公務員 我做公務員的事情 所以你這個要很仔細一點 我再問你 部隊現在是不是有下封口令 完全沒有這回事 沒有這回事 完全沒有這回事 媒體記者他們去問 沒有一個人敢回應 沒有一個人敢講 跟他有相關的名人敢講 不是說是封口令 你沒有下封口令 我從來沒有從我嘴裡面說出 也沒有說我們有任何的行政上面來處理 部長 我利用一點時間來問一個長久問題 國防部有1985的專案 這個是什麼意思你知道嗎 1985是我們的一個專線電話 申訴的專線電話 這什麼意思 1985 你就幫忙 是不是 是不是這個樣子 你就幫忙 打電話 你就來幫忙 是不是這個意思 你今年的服務專線滿意度多少 目標值多少 你知道嗎 今年的 我們正在去回答一下 請問我們正在去回答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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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人滿意度 是 法委員 我們的精力滿意度有到75% 過去三年是平均74.35% 過去三年是平均74.35% 是 部長你覺得這個數據貼近40%嗎 這個我們要再探討一下 這個統計數據是怎麼統計出來 是不是有不特定的基層官兵 你們去做一些訪問大廠 還是你們自己幾個人關到電腦室裡面 在冷氣室裡面 我真的很懷疑你們這個 所以我會去進一步了解 再跟委員報告 如果今天 今天如果是 這個是真的是 這麼 這麼 這麼高的話 我相信 紅案就不會發生了 這部分都是我們在審討的範圍 所以你們 這個 應該去問一問基層的士官 不要只是說寫官案文章給我們看 要我們吞下去 我最後提醒這個部長 文人部長其實也是民進黨 對這次你上任的一個 一個對給社會期待一個建議 所以你沒有這個包袱 但是你要展現你的能力跟魄力 這方面 我做了承諾 我會全力以為 也許這也是改革契機的來臨 謝謝 相關的細節問題 我相信 我相信 日後還有很多機會給你請教 希望你能夠 針對紅案的部分 再做深思 謝謝 是的